葡萄糖酸钙用作矿物质补充剂和药物 作为药物,静脉注射用于治疗低血钙 高血钾,每中毒 通常只有当年的饮食中钙含量不足时才需要补充 可以服用补充剂来治疗或预防骨质疏松症和沟楼病 也可以口服,但不建议注射到肌肉 葡萄糖酸钙是葡萄糖酸的钙盐 用作矿物质补充剂和药物 作为药物,静脉注射用于治疗低血钙 高血钙,每中毒 通常只有当年的饮食中钙含量不足时才需要补充 可以服用补充剂来治疗或预防骨质疏松症和沟楼病 也可以口服,但不建议注射到肌肉 葡萄糖酸钙以静脉注射给药 用于治疗低血钙,高血钙和每中毒 通常只有当年的饮食中钙含量不足时才需要补充 可以服用补充剂来治疗或预防骨质疏松症和沟楼病 也可以口服,但不建议注射到肌肉 注射的副作用包括心率减慢 注射部位疼痛和血压下降 是的,葡萄糖酸钙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可以安全使用 然而,在怀孕期间或哺乳期间服用任何药物之前 请务必咨询医生,以确保母亲和婴儿的安全 此外,在使用过程中,监测血钙水平也很重要 尤其是有肾结石病史的人 因为葡萄糖酸钙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葡萄糖酸钙是将葡萄糖酸与碳酸钙或氢氧化钙混合制成的 葡萄糖酸钙用作矿物质补充剂和药物 作为药物,静脉注射用于治疗低血钙 高血钙,美中毒 通常只有当年的饮食中盖含量不足时才需要补充 可以服用补充剂来治疗或预防骨质疏松症和沟楼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